宝姐从上面跳下来后,环顾四周,发现这里没有出口,还是和之前的路一样,于是,她拿着刀,快速向前跑,跑出一段距离后,又立马杀住了车,距离华金娜的路线还是那段距离,没有改变。 宝姐一鼓作气,甩出了自己的大刀,结果大刀也没能接近华金娜,掉在了不远处的地上。 华金娜忽然睁开了眼睛,对宝姐的所作所为不屑一顾,还带着一丝嘲弄的意味。 宝姐也没有闲着,继续跳了下去,有了刚才的经验,这回她平稳地落地了。 看了一眼华金娜后,刀也不拿,就开始快速往回跑。 宝姐所有的反应都在华金娜的意料之中,不过,行动也太流畅了一点。 无所谓,一旦你开始折返,就意味着你的心里开始出现犹豫,开始抱有幻想。 当你的一切幻想和希望都被天国打破之时,就是你崩溃的开始。 第一次是半个月,你的第二次前进能坚持多久呢? 我很期待啊。 宝姐正在探索出口,被斯迪亚这边已经崩溃了,整个人开始抱头痛哭,不过下一秒,她就开始得意了,至少还能哭。 趴在地上的她站了起来,果然排遣了不少。 华金娜并没有理会被斯迪亚,她一直观察着保际,第一次是半个月就放弃了,第二次已经三年了,还没回来吗? 你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? 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,被斯迪亚开始哼着小曲,手舞足蹈了起来。 华金娜叫被斯迪亚不要再试图靠着刺激自己来消磨时间,越是这样,在这里你会越难哦。 被斯迪亚停止了动作,调整了一下呼吸后,对华金娜说道,疼痛,疲劳,困乏,饥饿,没有,什么都没有。 华金娜?你他妈的创造的还真是天国呀。 华金娜也认同这一点,我们一族的最高巫术,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伤害别人而创立的。 当初族人确实是想创造天国,但族人真正完成他的时候却发现,几乎找不到有资格生活在天国里的人。 被斯迪亚问道,你们就不能创造一个更精彩些的天国吗? 你指的就是垃圾,欢愉与痛苦皆从中来。 那样的话,天国成立的基础就不存在了。 如果向往刺激,我们原本就生活在那样的世界,何必寻求天国? 被斯迪亚想想也是,直接开始躺平,华金娜也没有再说什么。 被斯迪亚再次坠入深渊,稳定身形后,被斯迪亚问华金娜,这次我逛了多久? 华金娜回答道,两天而已,笨蛋,我已经离开这里多少次了? 94次,那个女孩还没回来吗? 她到底离开多久了? 一想到这里,华金娜就有点火大,轻轻爆起,中间有几次被你这混蛋打扰。 记错了呼吸,但最少,已经27年以上了。 被斯迪亚想不到那个女孩能坚持这么久。 华金娜,你在这里最久待过多长时间? 700年。 被斯迪亚暗中不禁扎舌。 还好,还好,那女孩绝对超不过你的记录。 提到这里,华金娜还强调了一下, 那700年可是我独自在这里度过的。 被斯迪亚正想说什么的时候,被华金娜打断了。 等等,她那边有变化了,你终于熬不住折返了吗? 看到宝姐竟然走回来了。 华金娜简直无语,离开了27年之久,就这么悠闲地走回来。 不可能,我懂了。 你察觉到了离开这里的唯一方法, 所以故意用这种态度来向我示威。 不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尝试了。 没用,宝姐手插着裤兜,一步一步走了回来。 华金娜开始注意宝姐的一举一动, 她弯腰捡起地上的大刀,就转身离开了。 华金娜十分不解,又,又离开了。 她叫住了宝姐,等等,小姑娘,你干什么去? 宝姐手指向那边,回答华金娜的话, 看看那边有没有出口啊。 还要继续往那边的话回来干什么? 其实你内心深处也意识到了吧。 往那边走根本,试图。 宝姐说自己过来就是拿刀的, 那边也不知什么时候能走到头, 先回来拿趟刀。 华金那一下子被刷新了三观, 就因为这个, 就为了回来拿趟东西, 放弃了27年的路程。 这次连跑都不跑了吗? 就这么走过去吗? 或许她不是在示威, 她真的是个傻子。 华金那一下子急了, 没有,那边没有出口, 那边根本什么都没有。 华金那疑惑地问道, 你怎么知道, 你去过那边? 华金那愣了一下, 不过很快她就又开始得意了, 并且扶了一下眼镜, 我去过。 华金那又问, 你走到头了? 华金那提高了音量, 根本没有镜头, 我怎么走到头? 华金那的间歇性机制又犯了, 那就是, 你没有走到头, 你不能说没有镜头啊。 华金那火冒三丈, 我能, 我是这里的造物, 我说没有就没有。 当初创立这里的时候, 另一边就没有设置镜头, 宝姐反驳道, 你是造物, 你说没有镜头, 可也有人说,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 说话的同时, 宝姐还挠了挠头, 我不知道谁说的对, 反正我先去那边走走看好了。 华金那气的青筋抱起, 手指着身后的光, 出口就在我身后, 这么明显, 你看不到吗? 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? 水吗? 宝姐一理俱争, 看到了鸭, 我一进来就看到了鸭, 我不是接近布鸟那里吗? 华金那试图引导宝姐掉入自己的陷阱, 那是你还不够坚持, 也许在坚持下就能接近这里呢。 宝姐想了想, 认为对方说的也有道理, 开始靠近华金那, 华金那心想, 如果你真是傻子也没有关系, 傻子很好引导的, 当你发现我这还是在骗你的时候, 你就会开始滑入绝望, 虽然我承认, 傻子比其他人堕落的速度要要慢得多。 另一边, 贝斯迪亚已经不行了, 她大口喘着粗气问华金那, 怎么样了? 另一边, 那个怪物还在坚持吗? 华金那恨不得立马就上去给贝斯迪亚一巴掌, 已经看过多少次了, 没必要去看, 我能感觉到, 15年, 那个节奏就没有改变过, 一步一步地向我走过来, 一步也没有停下, 而且那个奇怪的调子是什么? 哼了十多年, 不能换一手吗? 画面再给到宝姐这边, 她正一边哼着小曲, 一边悠闲地走着小路, 华金那彻底急眼了, 贝斯迪亚向我效忠, 只要你向我效忠, 我马上会解除天国放你出去, 被斯迪亚沉默不语, 华金那继续说道, 我会再次展开天国和那个女孩单条, 华金那, 我确实很痛苦, 在这里, 在这里, 我不是你的对手, 也比不鸟那个怪物, 但是你和那个怪物让我确定了, 我的选择是对的, 忠于神术能让我接近自由, 这条路上没有妥协, 所以我不会说出任何不忠于神术的话, 哪怕是谎言, 华金那只好放弃这条路, 那你就准备烂在这了, 白痴, 宝姐的小曲根本没有停过, 华金那大怒, 让其闭嘴, 这下可把宝姐给吓住了, 走路就老老实实走路, 不许再哼那个破调子, 宝姐照做, 没有继续哼小曲, 15年了, 你都没发现我在骗你吗, 宝姐疑惑道, 你骗我了, 你永远也不可能从这个方向接近我, 宝姐呕了一声, 继续往前走, 还走, 都说了我在骗你, 还走, 走一走又死不鸟人的, 华金那开始抓狂了, 你在这里跟我耗了这么久, 你就不担心你外面的同伴吗, 他们也许已经被我的同伴杀死了, 宝姐又展现出了她机智的一面, 那他们怎么样了, 我得出去才知道, 对吧, 重点是你这样出不去, 知道吗, 多久你也出不去, 宝姐继续上前, 那我怎么才能出去吗, 你先停下, 我告诉你出去的方法, 你别走啊, 宝姐继续和华金那讲道理, 我走不走关你什么事, 有方法你告诉我就行, 我现在不想让你走, 听得懂吗, 腿在我身上长着, 我想走就走啊, 做人要讲道理的好吧, 你要是不想让我走, 按道理你可以过来把我的腿捆住, 或者打折了, 只动嘴不行的呀, 阻止不鸟我走路呀, 你过来吗, 宝姐来了个经典型的手势, 你过来啊, 华金那气得咬牙切齿, 脸上的青筋全部都凸显了出来, 我他妈, 华金那满头大汗, 尝试着让自己冷静下来, 他想起了自己曾向老师提出过一个问题, 也是在这个天国之中, 老师, 外面的时间真的是不变的吗, 对面的老师给出了肯定的回答, 对, 无论这里过了多久, 外面的时间都不会变化, 一次随意的眼睛开合, 一次松弛的呼吸, 于天国便是永恒, 师徒俩鄙视正在海边的悬崖上盘腿冥想, 华金那又问, 那样的话, 如果这里用来对付那些没有资格进入天国的人, 我们岂不是无敌的, 听到无敌两个字, 师父就笑了, 确实, 没有人是造物的对手, 前提是, 我们真的是合格的造物, 回忆结束, 华金那彻底认输, 她问宝姐, 小姑娘, 外面就没有什么能让你牵挂的吗, 就没有那种无论如何, 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也要去做的事吗, 宝姐干脆利落地回答道, 有啊, 那些即是你的动力, 也是你的束缚, 为什么, 被困在这里这么久了, 你真的让我一点都感受不到被牵挂的样子, 难道你真的一点都不着急吗, 为什么, 宝姐一边走路, 一边回答华金那的问题, 为什么, 你问得太复杂了, 我也不清楚, 我要去外面继续做我该做的事的话, 就要尽快从这里出去, 对吧, 对, 尽快, 你应该尽快从这里出去, 宝姐开始讲自己的大道理, 那你看是不是这样哈, 尽快就是说我不要停下来, 要不停地去做, 尽快, 不是让我尽快着急, 对吧, 华金那陷入深思, 她觉得对方说的有道理, 万一, 这里真的没有尽头吗, 我都说了呀, 有没有尽头是我走出来的呀, 你说了不算数呀, 有别的路我就走别的路试试吗, 反正这里只有一条路, 我也只能走这条路了呀, 华金那心甘情愿地认输, 即使最后你发现你只是徒劳地在这里行走, 最终把生命耗尽在这条路上, 这样你都无所谓吗, 宝姐认为这种事情也无关紧要, 走死了, 那也算走到头了, 华金那没有再说什么, 画面再转到贝斯迪亚这边, 她已经躺平了, 华金那, 怎么样了, 华金那没有回答贝斯迪亚的问题, 反而问道, 贝斯迪亚, 你早就发现从这里出去的方法了吧, 贝斯迪亚冷哼了一声, 华金那一个人自顾自地说了起来, 可是你觉得你能做到吗, 你知道当我把敌人和我一起关进天国时, 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吗, 就是看着你们一点一点从平静走向崩溃, 不管过程多漫长, 那终将到来的一刻都值得我去等待, 贝斯迪亚调侃道, 这次估计你等不到敌人, 就先把作为内森的同伴给整垮了, 听到从贝斯迪亚的口中说出同伴这个词, 华金那黑黑一笑, 我想认输, 我的心已经冻了, 但又不甘心, 同伴, 陪我再等等吧, 万一那是一个嘴比较厉害的虚伪家伙呢, 想不到华金那最后还想要努力挣扎一下, 此时此刻的天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 这里米二用了三页来展现, 之前, 蜿蜒齐去的路变得越来越顺, 贝斯迪亚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继续躺尸, 裤装都湿了一地, 她问华金那, 多久, 告诉我, 这次过去了多久, 华金那没有抬头, 已经告诉过你多少次了, 这次我没有计算, 华金那的眼角处躺出泪水, 只见一个人正缓缓朝着她走来, 老师, 我们可能等到了, 天国值得拥有的人, 不, 应该是值得拥有天国的人, 华金那趴在地上, 泪水婆娑, 可是啊, 对不起, 老师, 对不起, 族中的前辈,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造物, 宝姐扛着大刀继续往前走, 前面的路已经开始崩溃瓦解了, 她还是一路往前, 华金那也站起了身, 面前这位大神般的存在, 她实在是没有办法了, 最后, 宝姐与华金那擦肩而过, 这可把贝斯迪亚看呆了, 贝斯迪亚前面的小路已经没有了, 宝姐从华金那身边走过后, 还不忘补上一刀, 这不是到头了吗? 华金那没有理会宝姐, 对贝斯迪亚说道, 记住你是为什么向书效忠的, 记住你的自由, 出去的一刻才是最危险的, 贝斯迪亚站起身, 宝姐的手接触到光的那一刹那, 华金那忽然就睁开了眼睛, 两人同时都被放了出来, 周围的小兵看得一愣一愣的, 人被吸进去了, 又出来了, 从小兵的对话来看, 他们两人在里面待的时间, 外面确实没有发生什么变化, 回到了之前被吸进去的时间, 华金那大口大口喘着粗气, 七百年内词都没有注意到, 我是如此渴望天国之外的一切, 张楚兰这边的情况已经好转, 三人都恢复了原样, 面消失后, 张楚兰发现宝姐从那边走了过来, 跟宝姐打了个招呼, 贝斯迪亚, 华金那看向了贝斯迪亚, 只见她还在蜷缩着身体, 手指已经抓进了肉里, 浑身发抖, 似乎还没有缓过来, 华金那有点悲伤, 她后悔把贝斯迪亚关进天国了, 面对王交代的任务, 华金那也只能抱歉, 就在这时, 有人用神威出现在了这里, 室内僧王和李沐玄, 那僧王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, 以前从没想过你会失手, 华金那, 奇怪, 但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后, 那个让你失手的人, 我却能猜到, 与内僧王的不甘相比, 李沐玄这副垂头丧气的样子, 还挺搞笑的, 她应该很不愿意面对过去吧, 下一话应该要揭露三一门的过往啊, 张楚兰夺过宝姐的剑, 宝姐还有点恋恋不舍, 张楚兰解释, 宝姐, 这个得还, 宝姐答应了, 不远处的小兵赶紧跑过来, 我的剑, 华金那剑王没有说话, 也没有说什么, 那僧王一直看着贝斯迪亚, 贝斯迪亚强撑住地面, 将抓进肉里的手, 给收了回来, 贝斯迪亚笑了, 这具身体, 我已经没有资格破坏, 我没有资格支配, 那时我就像树许诺了, 一切尽归于您, 贝斯迪亚此时就像是, 被打了兴奋剂一样, 一切尽归于您呢, 我的王, 见到这副模样的贝斯迪亚, 华金那深感自责, 那僧王想说什么, 又想了一下, 一只手搭在贝斯迪亚的肩上, 辛苦了, 贝斯迪亚, 然而, 下一秒, 贝斯迪亚忽然就睁大了眼睛, 吐出不明液体, 整个人如同是虚脱了一般, 血管清晰可见, 见到贝斯迪亚突然发病, 那僧王问华金那, 天国的副作用这么大吗? 华金那支支吾吾, 这不是天国的影响, 剑手下受伤, 那僧王叫华金那把贝斯迪亚带走, 华金那动作十分迅速, 开启神威, 带着贝斯迪亚就溜之大吉了, 华金那将贝斯迪亚带回基地, 这到底是, 此时此刻的贝斯迪亚就像是变异了一样, 身体发生着突变, 对于这件事, 张楚兰深感自责, 王, 实在抱歉, 我们也不想导成这样, 我们只是想, 那僧王示意他们不要继续说下去吗? 只要你们想, 就可以在我们的家园里做任何事。 张楚兰解释道, 我不是这个意思, 我们和贝西摩斯那些人不一样, 不一样吗? 那僧王看向了天空的无人机, 有什么不一样, 你们的动作甚至比贝西摩斯还要快? 无人机继续广播, 那僧王也不想跟他们废话, 不用试图博取我的好感。 相信我, 如果被斯迪亚放手去做, 你们之中的某些人, 甚至你们全部, 都没法活着站在我面前了。 神明啊, 也辛苦你们了, 回到你们的岗位吧。 小兵赵作, 那僧王辈对着李慕璇, 我不想杀掉他们, 但我也不希望他们接近王城。 李慕璇, 这些麻烦是你给那僧带来的, 你自己解决吧。 那僧王走后, 李慕璇看向刺眼的天空, 该来的还是来了。 出于敬意, 陆灵叫了生理前辈, 李慕璇瞥了陆灵一眼, 找我的就是你们两个吧, 陆家的小东西, 老东西还没死呢。 李慕璇所说的这个老东西, 自然指的是陆姐。 陆灵回道, 李明硬了。 李慕璇试探性地问了一句, 他们来这里的目的, 想给他找场子。 陆灵知道自己的分量, 我们可不配。 李慕璇悬着的一颗心, 终于放了下来, 还以为他们是来报仇来的, 李慕璇继续问道, 那是什么? 陆灵摊牌, 直接说出目的, 我们想知道当年三一门的事。 李慕璇不愿意提起当年的往事, 叫陆灵回去问他们的老东西去, 那是太爷的心病, 跟谁也没提过。 李慕璇有点伤感, 感叹了一句, 伤得挺深啊。 陆灵龙继续说道, 所以, 我们还想请您跟我们回去一趟, 给太爷疗伤。 听到这话, 李慕璇忍不住笑了, 你们知道吗? 我和那老东西要是碰到了, 只能活一个。 陆家的小孩, 真孝顺, 想过, 太爷打死你消了气, 那最好, 太爷万一打不过你, 那我们陆家人就一起上, 到时候可就不管太爷乐不乐意了。 李慕璇感叹了一句, 还挺周全, 可你们凭什么让我跟你们回去呢? 小只以礼, 动之以情, 李慕璇的脸忽然就沉了下来, 不管用呢。 陆灵握紧拳头, 扶之以拳, 下一秒, 陆灵就被李慕璇掐住了脖子, 就凭你们, 我现在就扭断你小子的脖子, 我看你怎么以拳扶我。 见大表哥有难, 张楚兰和宝姐也没有出手的意思, 陆灵龙反而叫嚣道, 李前辈, 不用吓唬我们, 前辈, 要伤我们的话, 再及时又何必救我, 你们全信可不是什么急功好义的人了, 陆灵也不信李慕璇会杀了自己, 复盘了整个事情之后, 我觉得, 您就是因为看到我施展逆生三重, 才出手帮我们的。 陆灵龙继续添油加醋, 手指向张楚兰, 您呐, 算了吧, 您现在掐住那小子的脖子, 都比抓我哥哥效果好, 万一我们心疼那小子, 被您吓住了吗? 李慕璇松开了手, 冷哼了一声, 不谈和老东西的恩怨, 你们陆家人还真挺对我脾气的, 直来直去, 真他妈痛快, 哎呀, 看来我要不答应你们, 你们是打算和我耗上了, 李慕璇转过身, 竖起一根手指, 好, 给你们机会, 答应我一件事, 我就跟你们回去, 陆灵见有希望了, 赶忙问什么事, 李慕璇回道, 跟我一起, 保卫那僧岛, 看来想要知道三一门的事情, 只能等到那僧片结束了, 距离那僧片结束, 估计还有个几十话的内容, 按照这个进度的话, 估计明年才能看到三一门的真相, 华金那问古那, 真的没问题, 他的身体, 我找不到可以治愈的地方, 只能认为没问题, 一连内表示他的精神我也无法抚慰, 这是很少见的状况, 古那叫华金那不用担心, 华金那表示自己当然不担心, 但眼下确实需要你的力量, 还需要你身上愤怒之神的力量, 贝斯迪亚开口了, 放心, 神明的力量还在, 而且我的余生应该侍奉的唯一神, 只有那棵树, 对吧? 华金那没有再说什么, 手掌莫名多出一股白烟, 那白烟在华金那的操纵下, 被贝斯迪亚吸入体内, 贝斯迪亚问这是什么, 华金那也没有明确说这是什么, 反而是告诉贝斯迪亚, 从现在开始, 你和其他位一样, 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地狱了, 走吧, 华金那转身离开, 古娜问他, 你承认这家伙是为了, 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, 贝斯迪亚变回了原来的模样, 黑黑一笑, 不过这样子挺像王爷的, 另一边, 李沐玄答应跟鹿玲珑回去, 但是条件是保卫奈森岛, 鹿玲珑询问鹿玲的意见, 哥, 听你的还是听我的, 各自的, 好, 李前辈, 我答应你, 李前辈, 在岛上, 任你拆遣, 最坏的情况出现了, 张楚兰此时内心一万匹草泥马奔腾而过, 靠, 干了, 本来想拉着这兄妹冒险, 好死不死蹦出个李老头, 现在反过来了, 陆玲知道是大, 搞不好小命不保了, 也就不打算劝张楚兰, 请他自便, 陆玲又看了一眼宝儿姐, 宝宝, 我更没法给你建议了, 这段时间的相处, 我已经发现, 现在的我, 别说接近你, 其实连平时你的资格都没有, 张楚兰心里正盘算着, 妈的, 这仗不好算了, 那森的人我接触过, 找人家那森麻烦, 我还算有点跟, 直接跟被西摩斯对上, 但是不去的话, 这俩货要是在那森有个好歹, 陆老爷那我没法交代, 要是有一天, 宝儿姐的事彻底漏下了, 张楚兰瞥了一眼宝儿姐, 倒到跟上, 这俩个是被我忽悠到岛上的, 张楚兰最终做出了决定, 手搭在了大表哥的肩上, 要是能回去, 你们两个家伙得谢我跟宝儿姐一辈子, 李沐玄也是纠结万分, 本来之前想就这么打发掉, 他们走了, 没想到他们这么不怕死, 气得清金暴起, 直升机过来迎接离开那森岛的人, 李光一直盯着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, 直到有人催促他快点上去, 才反应过来, 即使这边, 大部分的人已经陆续登机, 密欢叫周围的士兵不要碰自己, 周围的士兵没有说话, 端着武器, 密欢也不服输, 干什么, 要打架吗, 来呀, 大剧连忙跑过来骂密欢这个蠢货, 你想搞砸一切吗, 你不是同意进入贝西摩斯了吗, 总好过你以前被链子拴住的日子吧, 习惯他, 习惯进入贝西摩斯后没什么不同, 以后你们的老大还是我, 密欢想了想, 也开始登机, 这时候, 罗恩叫住了大剧, 集市的全部人都在这, 不对吧, 恶病在哪, 什么, 离开集市了, 你们为什么不阻止, 我们的约定只是集市全部加入贝西摩斯啊, 他要离开集市, 我没有理由阻止, 罗恩将这件事情汇报给了上集, 对, 他不在集市, 就在昨天离开的, 肯定还在这座岛上, 恶病症躲在丛林的深处, 再生完毕, 虽然不喜欢, 但这种时候, 这样的身体很方便了, 诸葛青这边的任务, 已经接近尾声, 看着那森岛上的人被送走, 小龙问诸葛青, 应该是最后一批了吧, 诸葛青给出了肯定的答复, 已经没有时间了呀, 小龙转身看向了另一边, 从刚才, 那些人就在那看着, 诸葛青叫小龙不用管他们, 只见高处正站着一群人, 是日本观察团, 真好, 那是哪都通为了保护自己人而努力的身影呢, 比起来, 我只想保护一个人去, 石川坚劝道, 父亲, 您也努力了, 贝西摩斯不是答应了您, 望月先生由您来处理吗, 就算望月先生拒绝了您, 想必之后, 贝西摩斯也会对他手下留情吧, 天真, 看看这个, 石川信把手机递给了儿子, 看到里面的内容后, 石川坚一脸的不可置信, 这, 您怎么会有这种东西, 难道贝西摩斯内部有咱们鱼龙会的, 没那么夸张, 他们内部有人对自己的组织不满罢了, 我只是稍微利用了一下, 贝西摩斯很久以前, 就开展了针对内森的情报工作, 他们甚至给岛上的目标制定了详细的评级, B级, 首要目标, 不惜一切代价活捉, 目标只有两人, 那森亡和倒掉, 二级, 尽量以目标的生存为优先, 如抵抗过于激烈, 导致我方损失过大, 需请示过后, 才可以击毙, 三级, 如我方人员认定, 自己的生命可能遭到对方威胁, 则可自行决定是否击杀, 四级, 如果对方抵抗则立即击杀, 零级, 未在系统中陆入的未知倒民和可能的外来者, 不判定为目标, 不主动接触, 若遭到对方攻击, 直接击杀, 岛内已知倒民判定为零级一人, 李沐玄, 石川兼冷汗直冒, 二级里面, 加西亚, 以利亚, 贝斯迪亚, 恶病, 为什么? 大多数那森位都是他们的二级目标, 一些普通岛民也被判定为二级了, 为什么望月先生被判定为四级? 面对一连串的问题, 石川信只回答道, 我视之为珍宝, 他们视之为草剑, 不远处传来直升机的轰鸣声, 走吧, 来接我们了, 看着直升机远去, 罗恩冷哼了一声, 石川信, 固执的家伙, 开始登岛, 一架架直升机带着集装箱登陆那森岛, 一向平静的岛屿瞬间开始热闹了起来, 岛上的士兵们开始忙碌着, 全副武装的士兵开始赶往指定地点, 其余人员则负责搬运集装箱中的物质, 看样子被西摩斯的人已经做好了长期战斗的准备, 飞机一直在上空盘旋, 安东尼注意到那边是王公的方向, 正请施纳森王要不要把飞机打下来, 接到指示后, 安东尼没有动手, 看着直升机远去, 另一边, 张楚兰找了一块高处蟹脚, 张楚兰悄悄向陆琳表示自己现在的态度, 林哥, 你们要做事, 我肯定奉陪, 不过你们真想清楚了吗, 能成, 概率有多大, 有成的可能, 概率多大我说不好, 但是有, 我跟玲珑就是在赌, 张楚兰问道, 赌李莫玄这个老头子, 陆琳看着前面的李莫玄和陆玲珑点了点头, 我们就是赌他是个无道的人, 双方一直都没有说话, 陆玲珑提出了自己的心中的疑问, 你前辈, 咱们要保卫内森, 保卫你的外孙女, 不用去王城吗, 不去, 王不喜欢你们, 不希望你们接近王城, 那咱们就在这等着, 等着一场大乱的到来, 到时候那些什么被西摩斯, 见一个我杀一个, 张楚兰听闻这话, 有点慌了, 李前辈啊, 您能不能给我们几个找点能挡脸呢, 直升机在了广场上, 从里面走出了三个人, 两个是士兵, 还有一位年轻人, 杰瑞特一下来, 就跟大家打了个招呼, 我太荣幸了, 能得到王的亲自迎接, 而迎接他的正是那僧王, 以利亚与望约五, 那僧王一看是被西摩斯的人, 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, 回去, 这里不欢迎你们, 王位更替的仪式中, 是允许外来人登岛的, 我记得, 这是内僧传统, 常年笼罩内僧的恶劣环境都消失了, 我很少见到这么宁静的海域呢, 真的神奇, 那僧王话里有话, 那也是你们强加给我们的传统, 杰瑞特接过内僧王的话, 是不是也意味着, 传统是可以改变的, 尊敬的王和内僧的诸位, 我认为你们对我们的到来抱有深深的误解, 我们到来的目的很简单, 阻止这个野蛮血腥的仪式, 我们会给你们带来从未有过的繁荣与文明, 阻止, 需要你阻止吗? 即便我故意放松守备, 依然什么都没发生, 从精致被折断后, 除了那场拙劣的表演外什么都没有了, 真的存在想要刺杀我成为新王的人吗? 如果我已经被杀, 新王诞生, 你们会乖乖回去吗? 那僧王表情变得严肃起来, 恐怕现在最不希望这个仪式结束的人, 就是你们了, 我说过了您对我们的误解很深, 王, 相信我, 我们只是打算帮助您更好的管理内僧而已, 这里绝对的王依然是您, 杰瑞特带着两个士兵上前, 那僧王叫杰瑞特停下, 不许再接近王城一步, 王, 我停下来不要紧, 但是文明的脚步不会停下来的, 那僧也续前进一步了, 那僧王沉默了, 杰瑞特心中暗自得意了起来, 终归还是个小姑娘, 有打动的可能, 语言上要彻底顾及她的立场, 但肢体需要尝试侵犯她的领域, 杰瑞特一边上前, 一边说道, 王, 您爱着内僧, 您应该希望内僧更加繁荣, 对吧? 请接受我们的帮助, 今后我会尽力辅佐您, 见到您太激动了, 原谅我, 还未曾自我介绍, 杰瑞特感觉自己就快要成功了, 罗恩, 看着吧, 也许我会创造奇迹, 也许我通过谈判就也能, 杰瑞特还没来得及说出自己的名字, 那僧亡额头上的青筋抱起, 望月物心领神会般的一瞬间, 就击杀了杰瑞特, 杰瑞特应声倒地的瞬间, 以利亚就开枪解决掉了一个小兵, 那僧亡表明自己的立场, 我无法决定别人的意志, 这么想来的话, 可以, 用你们的血来铺路吧, 望月物收刀转身离去, 小兵吓得不敢上前, 另一边的罗恩通过平板观察着刚才的一幕, 我想以杰瑞特那个浮夸的性格, 应该会吃些苦头, 但这也, 秘书冷亨道, 他们那个家族在激怒别人这件事上, 似乎都很有天分, 没事吧, 你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, 没事, 我没那么软弱, 弱者和蠢货任何的凄惨下场都是应得的, 这点我很早以前就有足够的认识了, 如果说生存就是一场血淋淋的竞争, 这次我会向所有人证明, 我拥有直面地狱的强大内心, 一架架直升机从罗恩的头顶上飞过, 很好, 王, 你打算省去不必要的寒暄吗? 那么, 开始吧, 在丛林深处的小兵接到了领导的指令, 各组注意, 交涉失败, 向目标所在地推进, 小兵接到任务后, 下一秒就感觉有什么东西过来了, 脖子在一瞬间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抹去, 好了, 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, 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转发收藏加点赞, 我们下期再见。